西藩雅书 第一章 当犹大王雅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 亚玛利亚的曾孙, 基大利的孙子, 古氏的儿子西藩雅。 耶和华说, 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 我必除灭人和牲畜, 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以及绊脚石和恶人, 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黎, 并基玛林的名和祭司, 与那些在坊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 并那些敬拜耶和华, 指着他启示, 又指着马勒堪启示的,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 和不寻求耶和华, 也不访问他的。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 将他的课分别为圣。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 必惩罚首领和王子, 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 到那日, 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 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 充满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 当那日, 从渔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 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 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 马格提示的居民那, 你们要哀嚎, 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 返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 那时, 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 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邓轻的。 他们心里说, 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 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肠。 他们必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 临近而且盛快, 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 永世必痛痛地哭嚎。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极难困苦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是吹脚呐喊的日子, 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 我必是灾祸临到人身上, 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 因为得罪了我。 他们的血, 必倒出如灰尘, 他们的肉, 必抛弃如粪土。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 他的愤怒如火, 必烧灭全地, 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 而且大大毁灭。 西藩雅书第二章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 你们应当聚集, 趁命令没有发出, 日子过去如风前的康, 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 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 你们应当聚集前来。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谦卑,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可以隐藏起来。 加萨必至渐气, 雅时基伦必然荒凉, 人在正午必赶出雅时突的民, 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 驻沿海之地的吉利提祖有祸了, 加南非利士人之地呀, 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 说我必毁灭你, 以致无人居住。 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 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眷, 这地必被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 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 晚上必躺卧在雅时基伦的房屋中, 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 就是毁谤我的百姓, 自夸自大, 侵犯他们的境界。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摩押必向索多玛, 亚门人必向俄摩拉, 都变为赐草, 严坑, 永远荒废之地。 我百姓所剩下的必辱掠他们, 我国中所余胜的必得着他们的地。 这事临到他们, 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 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 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谓之威, 因他比较世上的诸神瘦弱, 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古诗人啊, 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 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 毁灭雅树, 使泥泥为荒凉, 又干旱如旷野。 群处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 蹄壶和剑珠要塑在柱顶上。 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 门槛都必毁坏, 香柏木已经露出。 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 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现在何境荒凉, 成为野兽躺卧之处。 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吃笑他。 西翻雅书第三章 这悖逆污秽压的城有祸了。 他不听从命令, 不领受训惠, 不倚靠耶和华, 不亲近他的神。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 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 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 他的祭司亵渎圣所, 强解律法。 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 断不做非义的事, 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 无日不然, 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 他们的城楼毁坏, 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 以致无人经过。 他们的城邑毁灭, 以致无人也无居民。 我说, 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惠, 如此你的住处, 不致照我所拟定的除灭。 只是你们从早起来, 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耶和华说, 你们要等候我, 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 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 聚集列邦, 将我的恼怒, 就是我的烈怒, 都清在他们身上, 我的愤怒如火, 必烧灭全地。 那时, 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地侍奉我。 祈祷我的, 就是我所分散的民, 必从古诗河外来, 给我献贡物。 当那日, 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 自觉羞愧, 因为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金花高傲之辈, 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 我却要在你中间, 留下困苦贫寒的民, 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必不做罪孽, 不说谎言, 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而且吃喝躺卧, 无人惊吓。 西安的民啊, 应当歌唱, 以色列呀, 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民啊,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 赶出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 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西安啊, 不要手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些属你未无大会愁烦, 因你担当羞辱的, 我必聚集他们。 那时, 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 又拯救你瘸腿的, 聚集你被赶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领你们进来, 聚集你们。 我使你们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